看到这位第一名的路生可能会令人担忧 如果像他这样优秀的大陆学生毕业之后留下来 会不会抢了我们台湾年轻人的饭碗 其实就是因为这一层顾虑 所以台湾从一开始就对他们设下了三线六副政策 在台湾不可以打工考照 毕业以后也不能够留下来就业 甚至严格的规定 毕业后30天之内就必须离开台湾 只是设下重重关卡帮赌路生 究竟有没有意义 台湾的市场对他们真有吸引力吗 接下来几位路生的答案 恐怕跟你我原先的想象不太一样 等一下10点要赶去那边上课 电影 电影 电影结束赶往下堂课 好了 来不及 平时没有这么忙 今天比较赶 话还没说完又要继续干干干干 因为我之前我之前修太多参旅系的课 然后系上的课就很多没有修到 我可以跑吗 你可以跑了 停不下来的脚步 漫不下来的个性 把一天当两天的快节奏 是这个北京女孩的积极态度 摊开她的大四课表 周一到周五几乎是满满满 下一点点没有一个例外 都非常有功 非常优秀 优秀不代表只会死读书 校园之外 活动也参加不少 我两张照片用完了 为了办签证 不拍大头照片 暑期的交流嘛 就短期一个月的那种 是哪 暑假韩国嘛 如果我要去参加这个毕业典礼 都没办法参加 为了去韩国 连毕业典礼都无法参加 分分秒秒充实自我 因为她在台湾时间有限 政府规定大陆学生 毕业后一个月内 要离开台湾 也不能在台湾就业 就为了避免影响 台湾学生的就业机会 只是他们想留在台湾吗 应该不太会留在台湾 就如果你留在台湾的话 感觉大陆人的身份 在这边也没有特别的高 会觉得会被歧视 应该还是会选择回去 回去工作吧 市场比较大 有色的其实都比较好 金景跟学妹同样修餐饮学系 未来都想从事服务业 只是未来工作没想过在台湾 却曾经被指指说 要抢台湾人饭碗 听了毫不服气 就觉得不给你一番茄子 真的假的吗 我也是假的 我喜欢嫌我 我要嫌你 说得好 说得好 虽是玩笑话却也其来有自 两岸大学就业起薪比一比 大陆平均月薪台币17000多块钱 台湾则是27000 小赢1万块 不过三年之后 大陆薪资翻涨将近两倍 也就是可以拿到34000多元 这样的加薪幅度 在台湾根本不可能 一进去可能就有两万五了 然后你好不容易爬爬爬爬到电金里 可能才三万多 或者是快四万 就是爬得很慢 他的增幅那就不能不能比了 所以说因此他们很愿意再回去 重点是他回去有他很可以发挥的大舞台 在台湾相对不容易 市场小规模也小 长远来看大陆职场的机会与成长 都好过台湾 再加上陆生留下来 还得调整生活习惯 因此还是选择离开比较好 这个好吃 常在推荐 来自北京的金井一口金片子 为了融入台湾的生活 得努力压抑自己的口音 所以你会念有馅儿 有馅儿 对 所以你对我们台湾 有馅 有馅 对 有差 这样不是很痛苦吗 对啊 所以说不想留下来 毕业后的下一站 他已经想好了 打算到爱尔兰涅研究所 那爱尔兰什么校 都柏林理工大学 就在DIT 对 就在DIT 那很好 Keep in touch 谢谢老师 好棒啊 好高兴 直读完书 未想留在爱尔兰 还是回到北京 他还没有决定 想要多去别的地方历练一下 然后让自己经验比较丰富 然后竞争力更强 会不会再来台湾呢 他说也许哪天累了 就会来慢活的台湾度假 生活不低 那个环境超级享受 就是可以让人很放松 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真的 好可爱啊 关于未来 他有了明确的蓝图 就是不讲青春留白 那台湾的年轻人 你准备要用什么来勾勒 属于自己的未来 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感谢观看